中央层面首次部署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 形成以家庭为基础、市场、社会、政府各司其能的新型养老模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国老龄化的程度日益加深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现阶段我国人口总数约为一人 最及以上人口为万人 站!在发布会上 介绍 党中央国务院针对新时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新形式新特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着力解决老年人在养老、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疾难筹判 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所以事实出台了这个意见 随着人均寿命的逐渐增加 我国正在快步迈入长寿时代 但也有数据显示 以上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 老年人长寿不健康的问题凸显 通过开展预防保健 让老年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 所以要开展一系列的老年健康知识宣传教育活动 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老年健康管理项目 开展老年人居家上门医疗服务 也开展一些专项行动 比如老年口腔健康行动 老年心理关爱行动 老年营养膳食行动 老年痴呆防治行动等 提高老年人的健康素养 要大力建设综合医院的老年医学科 第三 要推动医疗机构的转型 就是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 推动一些二级以下的医疗机构 转型开展康复、护理和医养结合服务 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健康养老服务 意见提出要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 目前我国取得了哪些探索经验